第2191集 本宫就在眼前了 我觉得我没看错人 原来前辈也是胸怀大志的 以前我倒是没有看出来 如果有可能 谁愿意碌碌无为地过一生呢 大家都是一样的 都是希望 有朝一日 我们这个种族能复兴 是啊 使人知道龙为尊者 能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 在历史上 除了正统的阵龙之外 其他的种族命运 都是十分悲惨的 这也是龙族 没落的原因吧 龙林的几位长老 流落在其他的位面 恐怕永远都回不来了 你们黑骄一族 激进灭族 这就不用说了 摇龙 他们其实也是立下过汉马功劳的 可是他们的命运是什么呢 昆龙渊 就是他们的下场 龙翔越说越怒 我们守护这一族 无数年来 尽心尽力 为这个世界默默地奉下着 可是我们最后的下场是什么呢 龙林解散 而我唯一的儿子惨死 我被打入乌山中狱 你说 这个世界上还有公义在吗 我们这些年 所作所为 到底是为了什么 所以有些地方 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合作一把 我们不一直是合作关系吗 以前大家心找不悬 但是话说开了就好了 你说 是不是 对的 什么话说开了就好了 没错 龙翔愣了愣 他随即回过神来 他点头道 所以 我们应该走出这片沼泽 去打开妖龙的禁止 让其为我所用 到那时候 昆仑渊的十万妖龙 尽数的出世 这个世界 才是真正的改变了 是啊 我们的时代终究会来临 可惜啊 鸡品不够了 我要再重新想办法了 龙翔瞥了一眼 剩下的几个人 这些人作为祭祀 肯定是不够的 不用担心 到时候我自然是有其他的办法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走出去 哈哈哈哈 那感情好 两人对视了一眼 心照不悬地笑了起来 龙隐的临时点 听完了叶好轩的汇报 陈若曦的眉头皱了皱 他放下了手里的资料 然后说 麻烦事来了 龙主 有什么麻烦事吗 一边黑袍加深的正是神主 现在叶好轩正是用人之计 他便结束了休眠 来协助陈若曦 说是协助 其实是保护陈若曦 毕竟现在陈若曦只是天宫诸步之中 唯一一个以普通人的身份 身居要职的人 而且现在天宫刚刚的重组 居士不稳 不服气的人大有人在 有神主在这里坐镇 会好很多 于天王的四个小崽子 招惹到你老板了 现在他们神力被封 被退回来了 这件事情我们得处理好 风雨雷电那四个小崽子吗 没错 就是他们几个 这几个家伙到处惹事 没有哪个部门要收 所以就丢到龙步来了 不服从管理 这不惹上你老板了 要我说 老板这次是下手太轻了 只是封了那几个家伙的神力 要是我 我直接毁了他们的神职源泉 让他们这辈子 都不能再动用神力了 那方式太极端了 你别忘了 他们几个 还有一个十分互独自的老子 陈若曦眉头皱了皱 这群神二代处理不好 会惹上大麻烦的 现在鱼天王 是天宫主峰八部天王之一 地位超凡 而且为人极其互短 龙主是觉得这件事情麻烦 麻烦 但必须处理 怎么说 现在天宫刚刚重组 我是五部之中 唯一一个普通人 不知道多少人眼看着我不爽呢 而且龙尹没有基础 全是其他四部调集过来的人 多少人不服 你老板 是想让我借着鱼天王开刀 震慑一下 仔细一下 老板还真的就是这个意思 神主这才恍然大悟 之前他不理解 叶浩轩想干什么 陈若曦这么一说 他算是明白了 那好吧 既然这样 那就从鱼天王开刀吧 整个天宫 恐怕只有他最虎犊子了 哼 他的几个儿子 也着实无法无天 风雨雷电几个人 回来以后 到总部报到了没有 没有 毛死是去酒吧了吧 哟 还真的一点规矩都不懂 他们几个可是被任务遣返的 真的以为 鱼天王护着他们 他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把他们几个给绑了 待会总部来 没问题 神主咧嘴一笑 转身离开 一家酒吧里面 这四兄妹还在借酒发疯呢 啪 重重的一拳砸在桌子上 那张桌子上多了一个拳印 发火的是老大于风 他咬牙切齿地说 我们几个 从小到大还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 一定要让姓叶的好看 对 我们从小到大 还从来没有人敢这样欺负我们 如果这一次 我们不找回来厂子 那以后我们在这个圈子里 就没办法混了 可是 叶浩轩那混账东西 封了我们的神员 让我们的神力 没有办法施展出来了 该死 这可怎么办 可惜啊 父亲现在正在闭关的 如果父亲在 那小子的封印 应该对我们没有什么用 姓叶的那家伙 我以前在圈子里面听说过的 原本以为他只是一个医生罢了 但是却从来没有想到 他会这么厉害 是啊 我们低估了那小子 哼 不过他再厉害又能怎么样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陈若曦 我们把龙鹰给搅到天翻天覆就行了 他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现在叶浩轩不在龙鹰 哼 我看那女人怎么应付我们 鱼雷冷笑一声 你们不要太乐观了 陈若曦可是龙奥那老头子的亲信 我相信龙奥一定会罩着他的 于峰想了想 清醒 我看不见的吧 龙奥那家伙现在多半是无人可用 这才把陈若曦给推到了前面去的 你看现在龙鹰部里面 是什么歪挂裂枣的人 他们那些人都是别的部门不要淘汰下来 这才送到龙鹰这里面的 龙奥的底子薄 他以前是搞特勤出身的 跟我们这些人玩他拿什么玩 我看大家还是小心点吧 于峰的心思比较缜密 上面的人又不是傻子 他们为什么突然任命龙奥为天公首领 就算是玄武牙返出天公了 但是天公诸部之间有多少厉害的人物 为什么要一个普通的龙奥执掌天公 这里面肯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们还是小心点比较好 于峰 我看你就是太小心了 这里面哪有那么多的阴谋 我看你是被叶浩璇那帮人给吓怕了吧 于殿冷笑道 行了 我们现在是任务遣返 于峰拍了拍桌子 这要是放到以前 是要被天公给扫地出门的 现在我们几个不会龙隐报道 这已经是违规了 违规就违规了 我就不相信陈若曦那娘们 还能把我们怎么样 不过就是一个花瓶罢了 叶浩璇在这里 我们还可能会忌惮几分 但是现在叶浩璇不在这里 我们就没有必要怕他 说的没错 我们不但不需要怕他 我们还要在这搞出点事情来 我看到陈若曦到时候怎么收场 搞事情 这种事情我是最喜欢的 你说我们怎么搞 于雷呵呵一笑 这家伙也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主 平时没事的时候 他还巴不得搞出来点事情 现在又是存心找事 那他闹腾的估计会更厉害 不搞大事 那就把这家店给砸了 就说我们是龙瘾的 几个人相识一笑 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 几个人也是说干就干啪的一声 一个服务员脑袋上被砸了一个酒瓶子 余电大大力力地往吧台上一坐 今天我们兄妹四个包场了 不相干的人滚出去 免得一会儿我误伤了你们 场面当时就乱了起来 酒吧这种地方 喝醉了的客人来闹事的情况并不少见 所以大家也就习以为常 不过像这几个这么嚣张的 还是挺少见的 这个酒吧虽然不算是什么高端场所 但开得十分有特色 各种二代也混迹其中 这几个人这样说 等于说是把全酒吧的人都给得罪了 他们哪来的底气 敢来这砸场子 几位 我是酒吧里的老板 你们有什么不满意的 可以说出来 咱们可以商量吧 但是千万不要在这里闹事 和气生财嘛 酒吧的老板跑出来 他让人把那位受伤的服务员给抬下去 然后笑道 酒吧的老板是一个生意精啊 否则的话也开不出这家别有味道的酒吧 平时他结交的人也不在少数 一般来说吧 来这里玩的都是要给他几分面子的 不会闹事 但是今天的这几个小年轻 似乎是不给他面子 你就是这里的老板 雨雨走上前来 他冷笑道 你卖假酒 假酒 就把老板一愣随即他笑了 这位朋友说笑了 我这里的酒 都是从国外的酒庄直接进口的 所以价格优惠点 但是绝对不存在假酒一说 我看你还是弄错了 我会弄错吗 雨雨冷笑了一声 他走上前去 啪的一耳光甩过去 有话好商量 不要动手打人 酒吧的老板还是带着笑意 但是他的笑容明显的有些阴沉 多少年了 从来没有人敢在酒吧里面闹事 知道不是他身份有多超然 而是他酒吧里 消费的客人 都是大有来头的 他也认为 做生意讲究的是和气生财嘛 如果能不起冲突 尽量的还是不要起冲突 但是眼前这几个年轻人 似乎是不把他当成一回事啊 商量 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身份 我为什么要和你商量 雨雨冷笑了一声 又是一耳光抽过去 但是他这一耳光没有抽下去 他的手就被人给抓住了 美女 一言不合就动手打人 这不好啊 说话的是一个年轻人 看他的着装应该是某个二代 这个二代一身白色西装 看起来有些糟包 看起来应该是身份不一般 否则的话 也不会出来管这些事 哈哈 本小姐喜欢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雨雨冷笑了一声 巧了 我就是喜欢多管闲事 在这里玩的 没有人不知道我冯七少是谁 如果听说过我 就给我点面子 咱们大家有什么不满意的 可以商量商量 但是千万不要动手 哼 没有听说过 我们兄妹四个 向来是看不顺也就动手 怎么 你不爽 你不爽也只能忍着 因为我们几个 你得罪不起 于风冷笑了一声 对 哦 已经很久没有人敢这样对我说话了 真的 看来几位也是十分有来头的人 就是不知道你们能用什么身份 把我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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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